自治通鉴 上一讲讲完了周显王元年 这一讲本该开始周显王二年 但是自治通鉴对这一年的记载完全空白 直接跳到了下一年 这不太应该 因为就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件 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事情 那个虽然很缺乏存在感 但依然不失存在意义的周王氏 发生内乱 陷入分裂了 在某种程度上 甚至可以说周朝从此亡国 韩国是这桩丑闻背后最大的推手 赵国做了韩国的帮凶 不过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过于扑朔迷离 倒不能全怪司马光疏 我会用三讲的篇幅 试着把一团乱麻的史料梳理清楚 解开中国历史一段超级复杂的谜题 它涉及到周朝历史到底在哪算作终结 事先声明 这集讲有点烧脑 建议你结合文稿一起来听 民国年间兴起过遗古思潮 严格审视古代历史文献 趣味存真 颠覆了当时人们 心里不少的历史常识 连带伤害就是沉重打击了民族自信 所以很多人都对遗古派咬牙切齿 在遗古派的学者里边 扛打击的就是因遗古而爆红的顾洁刚 但顾洁刚自己并不认为遗古派的观点和态度 有多么前无古人 惊世骇俗 因为前辈遗古高人 明明就很强悍 很尖锐 遗古派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更上一层龙而已 顾洁刚最推崇的一位前辈 就是清朝的汴尾大师崔树 崔树自武城 好东壁 毕生致力于历史考定著作很多 但知名度呢很低 这不奇怪 大家读书啊是要考科举的 而崔树的书既不适合科举 又没有什么休闲娱乐价值 没人看呢也就不奇怪了 后来崔树的作品在日本被整理出版 传回中国 被胡适和顾洁刚那些新朝学者 奉为至宝 崔树最著名的作品是考信录系列 主要考定下商周三代历史 写完之后啊 感觉意犹未尽 对东周历史还想再用用力 于是写成一部考古叙说 在这部考古叙说里 崔树揭露了一个大秘密 那就是当周朝传到周显王的时候 具体来说就是周显王二年 其实已经亡国了 王国的标志就是周天子的直辖区 一分为二 崔树说这么大的一件事 资质通鉴竟然根本就没提过 后来朱熹把资质通鉴改编 山靴编成通鉴纲目 也没有提到这件事 想来是司马光处理不来战国时代的杂乱史料 出了披露 至于朱熹只是拿资质通鉴的原文 做做剪裁而已 更不曾仔细考定 崔树发现了蛛丝马迹很有意思 首先是左传的一段记载 公元前606年 楚庄王呢 去打一个叫陆魂之龙的伊迪部落 军队驻扎在洛水岸边 这里呢 已经很靠近周天子之下去的边境 楚庄王啊 有点发飘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阅兵式 在周定王眼皮底下药物扬威 周定王派王孙满到楚国的军营劳军 楚庄王呢 竟然很没有分寸的向王孙满打听九鼎的大小轻重 给我们留下了问鼎的典故 九鼎是至高权力的象征 大小轻重 绝不是任何人应该打听的 王孙满看出了楚庄王的野心 讲出一番在德不在鼎的道理 大义是说 只要君王有德 天命呢 自然就会向着他 王孙满有一个观点 特别有意思 是说 无论君王的德性有多高 天命呢 也不可能永远眷顾他和他的子孙后代 这份眷顾 必然会有一个截止日期 当初周成王定顶在洛邑 也就是把九鼎啊 安顿在洛邑的时候 是占不过的 得到的结果是 不是三十 不年七百 也就是说 上天把周朝的未来都安排好了 周天子啊 可以传承三十代 周朝可以延续七百年 在楚庄盲的时代 周朝距离上天指定的截着日期 还早呢 前面讲过 左传有一个很突出的行文风格 就是预言特别多 绝大多数的预言 不管看上去有多离奇 在后文当中呢 都能应验 这就让那些 有着无神论立场的历史学家 可以通过这些预言来判断 左传成熟的大致时间 逻辑呢 很简单 这就好比有一篇文章 提到1920年 有个算命大事 做出预言 说一百年后啊 会有一场由新冠病毒带来的传染病 席卷全世界 那么不信邪的人呢 就会断言 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 肯定不会早于2020年 用这个逻辑来看 不是三十 不年七百 问题就来了 汉书 律立志 早就算过这笔账 周朝明明传承了三十六代天子 延续了八百六十七年 大大超出了占卜结果 这个错误会是怎么形成的呢 随属讲 如果不把周显王和周显王以后的天子算进去的话 那么从周朝开国的周五王 数到周显王的前任周列王 刚好三十代人 差不多呢 也刚好是七百年 所以 左传的作者 作为战国年间的人 显然不把周显王时代和周显王以后的时代当成周朝的延续 还有一件事 是在孟子被奉为经典之后 有人越读啊 越觉得不对劲 就写了一首诗来讽刺 最后两句很有名 当时尚有周天子 和氏纷纷 睡未起 意思是说 孟子周游列国 劝说魏国 齐国这些大国的国君 施行人政 一统天下 而孟子 作为一代儒家楷模 既然无视周天子的存在 到处怂恿大国诸侯 改朝换代 这是不是不太地道呢 这首诗的来历和北宋学者李构有关 李构的生活时代 基本和司马光重合 那个时候 遗古思潮就已经蔚然成风了 以至于司马光啊 奇迹百坏的 批判过这种不良时尚 说遗古本身没问题 还质疑一下史料里的疑点也好 探讨一下儒家经典的可靠性也好 都是正常的学术作派 但最近啊 有些年轻人太不像话了 书呢还没有读过几页 就人云亦云的 怀疑这个 绩效那个 司马光本人在遗古方面就很有建树 第十三讲谈过 司马光写过一部 一梦 被他质疑的对象 就是孟子 所以我们不难想象 如果司马光看到这首嘲讽孟子的事 不但不会恼羞成怒 反而会心有气气言 孟子真有这么不地道吗 催述的一件事 当然没有 误会之所以发生 就是因为从周写盲开始 周天子不但失去了政治权柄 就连土地和人口也都失去了 所谓当时尚有周天子 根本就不成立 当时确实还有周的存在 但这个周呢 已经不再是周朝的周 而是周国的周 论级别的话 周国并不比魏国 齐国等等诸侯国更高 我们再看一个疑点 战国策的内容按照国别分门别类 有齐策 赵策 韩策等等 而排在最前边的是 东周策和西周策 表明了在战国时代 周已经是一分为二了 分为东周和西周 再看具体内容 只提到周军 而不提周王或者周天子 所谓周军 东周呢有东周军 西周有西周军 身份并不比诸侯更高 所以崔书认为 战国策的这些线索 同样在告诉我们 周朝已经灭亡了 崔书推测 司马光大约 误把周显芒的继承者 周滥芒 当成了战国策里的西周军 结果啊 把西周军的事情 都安排到了周滥芒身上 史记其实已经给出了线索 只不过这些线索呢 太零碎 看上去不太搭计 必须细品才能看出端倪 讲到这里啊 我们必须重新梳理一下时间线了 周显芒二年 是公元前367年 秦朝的七十年 是公元前221年 如果按照崔书的推断 显然周写王在位时间很长 继任的周南王 在位时间更长 但这些年份 都已经不能算是 真正意义上的周朝了 那么新问题来了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司马迁没发现 司马光没发现 历朝历代 那么多的知识精英 都没发现 一直要等到清朝乾隆年间 才被崔树发现 这个谜题 该如何解答 我们下一讲再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